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师妹 你 你 妹子 委屈你了 是葡萄让你来救我的是吗 她相信我了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葡萄不知道我来 别问了 都什么时候了 赶紧走吧 二太太 为了救我们 岂不是连累了你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被责罚事项 可是今天晚上你们不走 明天族里的长辈 绝对不会让你们活着 离开临城的 你为什么要对我们那么好 老太婆太把握 我心里一直对她不满 我帮你 也等于替我自己出口气 难道 难道你一点都不恨我吗 没错 我是嫉妒你 可是说穿了 我们都是余波涛花钱买回来的女人 谁知道今天的事 改天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们是同病相怜 所以我要帮你 好了 别犹豫了 快走吧 我在江北已经安排好了船只 你们今天晚上就要离开临城 走得越远越好 不不不 我不走 我没有做对不起薄涛的事情 真心不怕火烈 妹子 你 你怎么就那么天真呢 一旦进了祠堂 你就等于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永远不得翻身 你知不知道 咱们临城江里有多少像你这样的冤魂哪 我宁愿死 我也不愿意背负 不争不解的罪名去逃跑 不 我都说破嘴了 你怎么还不听劝哪 快走吧 天就要亮了 走吧 如果真的要死的话 那我也不能坏了名声 你 既然你一定要求死 谁也阻止不了 就当我没有来过 你 二天练 多谢你八道行主 有机会我会好好报答你的 好了 别说了 快走吧 路上小心啊 是 波涛 天亮之前 你要改变心意还来得及 波涛 你心里的苦我能理解 但是我不得不提醒你 千万不能为了一时的尊严 而造成终生的遗憾哪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你凭什么相信可人事 是清白的 你呀 你是被愤怒冲昏了头 钻进死胡同里了 你冷静地想想看 为了金举班的开班 可人和丁师兄 几乎天天见面 哎 有什么话他们不可以当面说 非要写信不可 而且还派人送到府里来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波涛 你要三思而行 勿枉无纵啊 波涛 波涛不好了 大姐 可人和他那个聘头跑了 啊 这是哪儿啊 可人 别怕 我们这就离开临城了 传家 我们走吧 华为 您站稳了 师兄 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啊 你现在逃命要钱 哎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是不会离开瑜伽的 哎 传家 师妹 赶快把船撑回去 赶快啊 师妹 你快跟他说呀 让他把船撑回去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一走 真的是跳泥江里都洗不清了 哎呀 师妹 师妹 你清醒点好吗 现在我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不想死 我也不想眼睛真的看人力去送死啊 传家 你把船撑 你把船撑回去啊 师妹 师妹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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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三太太在那儿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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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说什么呢 还不赶紧把那条船拦下来 啊 这三晴半夜的 码头一条船都没有 是啊 这怎么过去啊 我不管 自己想办法 赶紧 无论如何把三太太带回来 把他带回来就送到祠堂 闹得满城皆知 这样对咱们余家好吗 哎 波涛 你倒是开口说话呀 你现在和余家 咱们根本就不会放过你 那你知了吗 传家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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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救命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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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宝老婆了 我们救人 咱们赶快救人 听见没有 快救人